C罗北京时间8月12号,C罗完成了加盟游文图字之后的首秀,这是一场游文一线队和二线队的一场热身在,C罗首发登场方助一线队5比0大胜二线队,C罗上半场就独到三球, 上半场的第八分钟,C罗变单刀破门,打进了加盟游文图字之后的生涯第一球,随后又造成对手的乌龙,接着又一脚暴力射门导致门将脱手,间接助攻迪巴拉打进一球,C罗射门C罗游文首秀,对全世界的C罗球迷和游文图字球迷,来说是一件不容错过的比赛,本场比赛只是在一个小球场举行的,现场爆满, 球迷只为了亲眼目睹,C罗穿上游文的球衣踢球,而C罗也没有让游文的球迷失望,大场独到三球已经让球迷疯狂了,下半场主帅不得不换下C罗,C罗C罗加盟游文图字,对游文的球迷来说是最好的事情的, C罗游文的球衣刚刚发售就创造了记录,并且销售一空,这就是巨星的影响力,在首秀中更是有多有名球迷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 冲进球场和C罗拥抱甚至亲吻C罗,今晚C罗比赛中,C罗的表现非常出色,而球迷也是非常兴奋,有几名球迷就控制不住情绪,突破了重重包围场进了球场里, 而见惯了大场面的C罗并没有被吓到,而是很友好的和球迷拥抱,不过也是被一名男球迷偷偷自亲了一口,球迷和C罗在宝拿过来拉扯球迷的时候,C罗也是很体贴的护着球迷,不希望球迷受伤,这一举动也是很暖,照向随后球迷也是激动的掏出手机和C罗进行自拍,可以看到C罗还和球迷来了一个贴脸杀, 面带微笑,这样的总裁真的是很暖,这样的总裁也是不得不让球迷喜欢,球迷C罗完成了自己的游轮手秀,开成完美,8月19号C罗将会完成一架的手秀,相信到时候的球迷还会更加疯狂的,不过C罗也是要小心一点,千万不要受伤了。